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Helen 今天我们用Food Saver这款机器来分装食物 机器里自带了一卷真空密封卷 两边是已经密封好的 边上还可以写日期啊,还有名称的地方 我们把这卷密封卷重新装好 另外呢,它还有一款手持的附件 这个呢,可以用来抽出独立密封袋里的空气 还有三个档位 打开机器的时候放在Open档 下面呢,有它的电源线,我们把它拆开来 我们插好电源,开始使用机器 当我们把档位放到On的时候呢 这时候Power的灯就会亮起来了 我们选密封 按下密封按钮 等一下它自动就会灭掉 好,我们打开看一下 哎呀,不能太大了 好吧,我们重新来切割一个装cheese的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袋子太小了 经过了反复的失败以后呢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FoodSaver的正确使用方法和心得 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切割密封还有抽气的部位 首先呢,这里呢,是它的切割线 我们盖上盖子看一下 也就是这个地方是它的切割线 那我们的袋子放到这里 就是被切割的位置 那这里呢,是它的密封线 上面黑色的这一条 最上面这里呢,就是它抽气的地方 如果你的袋子需要被抽成真空的话 你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 好了,我们开始吧 今天呢,我们要来分割这一块大包装的芝士 那芝士打开以后呢,短时间吃不完很容易变质 我们把它切出一小部分 另一部分呢,用密封包装好 这样就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了 我们切芝士的时候呢,要注意刀子一定要干净并且干爽 芝士切好以后呢,我们先来把密封卷的一头进行密封处理 我们只需要把一头放在密封条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开关调到on 然后呢,打开密封键 等一下它自己灯就会灭 这样呢,就说明已经密封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把这边的手柄调到open 然后打开 在一边密封好以后呢 我们来切割一个大一点的袋子 我们要以刚刚介绍切割线的位置 来测量袋子大小 另外呢,如果我们要将它抽气密封的话呢 还要多留出一点边 因为要考虑抽气时袋子的位置要靠上多放一点 像这样子 我们将袋子放好以后呢 盖上盖子,将手柄调到on 然后按这个按钮 抽气并且密封 当指示灯全部灭掉以后呢 这个表示我们这个已经弄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小块的芝士已经被包装好了 另外呢,这款机器还带了一些大小不同的真空密封袋 我们用它呢,来包装一下我们剩下的一块芝士来试一下 它这个袋子呢,是这样子上面有一个密封条 那边上有一个圆形的抽气孔 另外呢,在袋子的表面有一些使用说明的图标 你可以根据这个指示来操作 我们现在把芝士呢,放进袋子里 然后把封口密封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将手持的这个密封配件呢 放在这个圆形的抽气孔上就可以了 我们把开关调到on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配件拿下来 那抽好气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停掉 我们把它再放回去 放回去也很简单,只需要向外拉一下绳子 它就会弹回去了 那我们另一块芝士呢,已经密封好了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注上日期 我们看一下圆包装带上的日期 我们只需要写在上面 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总结一下这款机器使用下来的优缺点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仅仅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缺点 就是在真宫抽气的时候呢,声音稍微有点大 好像时间不会很长,不像这样子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只要我们了解它的切割 密封还有抽气的位置的话呢 在操作起来呢,还是比较简单方便 另外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储存食物 减少食物的浪费 另外我买这款产品的目的呢 除了大块食物的分装保鲜以外呢 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帮助我进行一周食材的分装 这样呢,在周末就可以准备好一周的食材 然后呢,就可以轻松搞定每一餐了 那我在最后的节目里呢,会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你的收看